老板娘救我 老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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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在得知乞丐因为安葬母亲 向追杀之人借钱 现在还不起 便帮她解了围 事情解决后 乞丐谎称她家大壮 可怜兮兮地求小美能够收留 小美虽然不富裕 但也能养活得了她 便答应让她做伙计 那么他们为何会如此 这还要从几周前讲起 封起皇上 御驾亲征 打败北邻国 官员们为了庆祝胜利 举办了一场庆功宴 而最后的压轴节目 便是有名的唱曲 当皇上看到台上 专心表演的小美 瞬间被吸引 在听曲的同时 还跟着她的台词自言自语 更是在庆功宴结束 第一时间到后台找她 没有见到人的皇上 心里有些失落 看着小美用过的口齿 命令苏公公赶紧去打探消息 当她得知小美开了个面馆 皇上心生一记 让侍卫小宇配合她 自己打扮成被追杀的乞丐 故意跑到小美店里 寻求她的帮助 果然人美心善的小美 在得知乞丐打扮的皇上 因为安葬母亲 向追杀之人借钱 现在还不起 便帮她解了围 事情解决后 乞丐打扮的皇上 谎称她叫大壮 可怜兮兮地 求小美能够收留 小美虽然不富裕 但也能养活得了她 便答应让她做伙计 第二天大壮经过三个属下的帮助 不但得到小美的夸赞 还成功将苏公公和胖公公 也留在了面馆 小美吩咐苏公公 帮她去给魏公夫送信 大壮看着出门的苏公公 用眼神示意 她在外面等着 自己则已去茅房未有 偷偷跟苏公公会合 告诉她店里生意这么惨淡 小美肯定没心思想别的 让她想办法改善目前的状况 苏公公思索片刻 拿着信离开 来到县城之后 把大壮在面馆的事情 告诉给了当地的官员 让他们假装食客 去店里吃面 并吩咐县令去打听 小美和她未婚夫的情况 与此同时的面馆 突然来了很多食客 小美看着屋内满满荡荡的人 和屋外排到村口的长队 有些纳闷 拉着乐呵呵的胖公公 来到会台前 有些不可置信地问了句 这些客人是否是真的 得到肯定的回答 就被消灭师傅给教去 知道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小美不好意思地来到门口 跟排队的众人说明缘由 劝他们明天再来 可是大家不仅没有离开 还纷纷掏出几倍的银子 坚决留下 看着小美更加郁闷 正在她为难之时 主动来了三个消灭师傅 跟小美打个招呼 便开始忙活起来 小美觉得不能白白 让他们干活 但又怕因为生意好 而被几个人趁机敲诈 就先询问工钱怎么算 听到他们说随便 小美悬着的一颗心 也跟着放下 还没有高兴多时 看见一壮汉也要来帮忙 她刚想答应 突然想起 男子是前几天追着大壮要钱的人 以为他没安好心 当场回绝了 但是男子哪里肯离开 这可是皇上给他的任务 要是完不成是要领罚的 赶紧陪着笑脸说起好话 称自己叫小雨 之前也是迫于无奈 现在已经改了 并承诺一定会好好干 小美信以为真 觉得都是可怜人 便也答应了 只是匆匆跑回来的大壮 看到满屋子大臣很是满意 来到门口 故作大声的建议小美 让不愿走 又在屋里没地儿坐的顾客 端出来站着或者蹲着指 还命令小雨赶紧去收钱 听着她叫自己老板 大壮满意的硬成一声 但小美却不高兴了 大声的斥责小雨后 吩咐大壮赶紧去屋里干活 看着他满口答应 便没有过多计较 大壮进屋之后 端着做好的面 放着大臣桌上 警告他赶紧地吃完 给别人腾地儿 然后转身离开 大臣身边的下属听到后 小心翼翼地询问 该怎么向皇上跪拜 大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拿起筷子 故意松手 以找筷子为由 赶忙向大众的方向 跪下磕头 其他的官员也赶紧献学 这一幕刚好被进来的小美看见 疑惑地询问怎么回事 听到胖公公一本正经的撒谎 称他们是在捡筷子 小美觉得很奇怪 但想着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也就没有理会 大壮见门外的大臣 有些心慌 故意来到门口 看到他们有样学样 假装银子掉了 跪在地上向自己扣拜 大壮露出满意的笑脸 就这样 他在忙碌中度过了一天 晚上累着不想动他 在胖公公和小宇的按摩之后 他再稍微舒服一点 第二天还没有缓过劲的大壮 正在让小宇帮着捏肩 被小美发现并斥责了一顿 在他转身之际 问出自己的疑惑 之前小宇还在追杀大壮 现在怎么就毕恭毕敬了 大壮不愧是皇上 立马就想着理由 前几天自己帮了小宇个大忙 他为了报恩才这样的 小美听后觉得大壮人挺好 奖励他一根金条 并嘱咐两人好好干 众官员看到从前面经过的大壮 立马跪下并低着头吃面 小美走过来 看到这一奇怪的举动 连忙询问缘由 听到一白衣男子 说跪着才吃得下 实诚的小美信以为真 以店面太小为友 向他们道歉 还没等白衣男子回答 旁边的红衣老人接过了话 不仅夸赞刚刚进去的大壮 气宇轩昂 卓而不凡 还像媒婆一样提议 如果老板娘嫁给他 以后肯定有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小美只当是老人 觉得自己开面馆太辛苦 而关心他 并没有恼怒 跟他们闲聊几句 回到店里 与此同时的苏公公 在当地官员口中得知 他有送的信 是小美给未婚妇阿虎的 当初小美被人追杀 是阿虎救了他 知道他会唱曲 两人便到处卖艺 但是阿虎对小美的好坏 完全取决于当天的收入高低 苏公公听后立刻明白 这是个贪图钱财之人 让知福把阿虎叫来 直接告诉他 愿意帮他娶到当地首富的女儿 以此来换小美的自由身 阿虎听后 虽然心里很是高兴 但想到苏公公这么大的权力 肯定还能帮自己 要了更多福利 面上表现出一副 对小美不舍的样子 为难地告诉苏公公 当初自己毕竟救了小美的命 而且是他提出的 要以身相许 现在他这样 怕是不好 见过世面的苏公公 当然明白阿虎的意思 觉得钱能解决的事情 就不用全力压人 又承诺 将来他可以继承首富的所有财产 之后寻愿阿虎的意思 现在还在犹豫 苏公公立马恼怒 劝告他不要得寸进尺 自己已经调查过他的底细 如果让小美知道阿虎的目的 怕是连这些的十分之一 都不会得到 果然阿虎听后 连连答应 苏公公见事情办妥 急忙往面馆赶去 这边的大壮 忙活一天之后 跟小美在房中喝酒 听着他问自己店里的生意 一夜之间变这么火爆的原因 大壮一本正经地告诉他 曾经有人给自己算过卦 他乃是福星转世 只要跟他在一起的人 不管是做生意 还是结为夫妻 都会是一帆风顺 心想事成 还趁机向小美表白 小美听后哈哈大笑 只当大壮是在开玩笑 并没有往心里去 还证他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来了几天还学会自大的毛病 然后见大壮来到他身后 竟说起了情话 小美不自然地推开大壮的手 告诉他只把他当弟弟 而且自己已经有未婚夫了 大壮虽然很失落 但也没有放弃 随即换了个话题 询问他的身世 小美听到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他出生在普通的奴后家庭 从小虽说家里不富裕 却也能吃饱饭 但在他十岁那年 父母感染瘟疫相继离世 留下小美和三个弟弟四处逃难 作为大姐的他 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几人的生活 然而疾病还是将弟弟们带走 只于小美一人在这世上 后来他去学了民间小曲 便一直以这个为生计 大壮听后心疼不已 喝完最后一杯酒 下决心定要好好带他 然后黯然伤神地离开 几人又在忙碌中度过了三天 小美收到阿虎的回信 当他看过内容之后 脸上的笑容立马被伤心取代 百思不得其解 为何阿虎会跟自己恩断义绝 旁边的大壮却是用眼神 夸赞着苏公公 还试试着在小美面前 说起了风凉话 有人放手 有人娶 刚刚好 小美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坚持要当面向阿虎问清楚 然后租了一辆马车 向县城奔去 中午时分 小美终于来到曾经的家 看着空空如也的屋子 她愣在原地 拿着唯一留下的笛子 来到门外 在邻居口中得知 今天是阿虎跟首妇女儿成亲的日子 小美不顾众人的劝阻 急忙向首妇家里跑去 来到门口 看着到处都是大红喜仇 她的心里顿时像针扎一样难受 在院中找寻了很久 才看到穿着喜服的阿虎 正想上前置问 却见她被人颤扶着去了后院 小美也急忙追过去 打开房门的瞬间 看着床上两人亲密的举动 她的心碎了一地 双脚像是被钉住 怎么都无法离开 不知过了多久 小美才缓过神 她扔掉手里的笛子 转身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回到店里之后 大壮对小美展开疯狂追求 每天晚上都去找她聊天 慢慢的 小美也对大壮产生了好感 当大壮再次表白时 小美怕被又一次伤害 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又过了几天 她见大壮穿着铠甲 以将军的身份 要带自己去酒楼 在心里苦笑一声 没有多问跟着去了 原来在店里生意突然爆棚之时 小美已经猜到 大壮的身份不简单 只是她没说 自己也就假装不知道而已 两人到了酒楼雅间之后 大壮将自己这么多天学到的 小美曾唱过的小曲儿 全都唱给她听 整整一夜不知疲倦 小美也被她的行为打动 答应跟大壮在一起 大壮心满意足地 带着小美搬事回朝 在半路突然想到 小美的身份肯定会遭到大臣质疑 为了提前给她立威 便命令停下休息 直到后半夜 几人正玩得开心之时 小美听见两个人 进门就跪下 叫大壮为皇上 惊着她傻傻愣在原地 回过神再次确定了 大壮的真实身份 小美赶紧起身下跪 却被大壮给阻止 跟着道歉之后 关键地询问 小美有没有被吓到 听着她说还好 大壮悬着的一颗心 终于放下 回到皇宫后 大壮在早朝上 跟众大臣宣布 要册封小美为贵妃 没有等来想象中的恭喜 却得到李格老的反对 大壮深知 她是因为小美的身份 而没有同意 就从别的方向 试图劝说 平民百姓 娶妻上不分身份高低 她作为皇上 却还不能给自己 喜欢之人一个名分 觉得状态憋居 但看着李格老 坚决不同意 大壮只好另想她法 回到警工之后 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 聪明的苏公公 突然想到 李格老最是敬佩 有本事之人 是否可以从这方面下手 皇上经过提醒 也记起小美 曾说过她读过一些书 很是佩服李格老的 刚正不阿 也许这件事情 小美自己可以解决 于是就让胖公公 留下帮她 大壮则以去狩猎为由 下指小美监国 小美虽然很不情愿 却因皇命难为 只好硬着头皮试试 没想到第一天上朝 就遭到李格老的为难 不但没有下跪 更是提出停止修建行宫 小美在了解过 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虽然觉得李格老是对的 但在大殿上 并没有做出决定 而是退朝之后 在思索着 怎么才能更好地处理此事 还没有想明白 便听说李格老自带枷锁 在天牢外请求入狱 她赶紧带人前往 原来大牢里面 因为反对修行宫 已经被太监总管 王公公下令 关进去了200名官员 而李格老是第一个 提出反对的 她愿意进去陪着 小美知道 她这是在以自身性命 来逼自己 她思索片刻 向李格老问了一些具体事宜 然后好说歹说 才把她劝回去 小美在李格老走后 心事重重地回到皇宫 以自己的方式 跟皇上禀明了此事之后 决定放手一搏 约王公公和李格老吃饭 在期间小美提议 不必把自己当成坚果 他俩也不用把彼此 当成对手 跟在家里一样 可以畅所欲言 小美见两人 都没有开口地打算 于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皇上既然让他坚果 这件事 他就有权处理 修建行宫 虽然是皇上的意思 但却没有说具体建多大 也知道那些提议 修建大点的官员 是为皇家颜面着想 这一点 恰巧是李格老反对的 重要原因 得到他的肯定 小美继续往下说 他觉得只要够用就行 而李格老也为昨天 代家入狱一事认过错 那么这件事情 便可以从轻出发 然后用不可违背的语气 没收李格老一年的俸禄 以警效忧 王公听后 几次遇要反驳 小美都没有给他机会 笑问自己建国的身份 可爱管用 见得闭口不达 小美跟个没事人一样 招呼两人赶紧吃饭 此时的李格老 听完小美的话之后 对他的态度 也发生了改变 自日上朝的时候 小美就修建行宫一事 让百官各属己见 王公一派的人提议 把因反对修行宫 关在牢里的人冲军 而李格老一派的官员 则是觉得他们无罪 在大家争执不下之时 小美以皇上的名义 做出了抉择 大牢关着的二百多人 有三分之二都是文官 且这些人当中 最小的五十四岁 最大的已经六十五岁 他们不但不适合在军营待 还会带来负担 但那些人反驳皇上的决定 便是有错 而且还不可饶恕 这句话说完 下面的官员又开始窃窃私语 王公一派的官员 更是得意洋洋地提出 既然那些人不能冲军 那么就罚美人一千两黄金 李格老听后立马反对 被关进去的那些官员 一年的俸禄除掉日常开销 本身就所剩不多 如若让美人拿出一千两黄金 他们即使倾家荡产 也凑不起 小美适时打断他们的争议提出 他们有错却不是有罪 说出最终的决策 让美人出一袋粮食 并作为苦力去修建行工 直到工程结束 李格老听着小美不可否认地决定 心中感慨万千 甚至自己对她的误解太大 惭愧地向小美跪了下来 满寒热泪拱手大喊 贵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小美不可置信地看着李格老 激动地说不出话 小美虽然出身贫寒 却不输任何的大家闺秀 既没有在落魄的时候 抛弃跟自己相依为命的阿胡 也没有在得到皇上宠爱时 对他人落井下石 更是在被大臣故意刁难时 用聪明才智赢得了任何 这集的讲解就到此为止 关注阿公 下集更精彩